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特别谢谢 很高兴 我给你介绍一下何导 我都该怎么说呢 又是作家 又是心理咨询师 又是内科主治医师 还在青藏的阿里高原 当过十一年兵 同时我更重视的 我发现您是个贤妻两母 我觉得你调查的还挺周密的 每次老公要回家之前 他要炖上一锅肉 让他感觉到家庭的温暖 而且当时本来是坚持在那当兵 为什么回北京 因为他觉得孩子必须有母亲陪伴 是不是 这里边关联到很多幸福之道 你知道为什么我兴起这个念头 请毕老师来 本来他可以谈的东西特别多 就是最近陕西杀人狂 叫邱星华 法医上法庭 现在引起一个争论 就精神病学方面的 就是说要不要给他做精神病司法鉴定 因为这个争论 我就觉得现在人们的心理状况 精神状况真是堪忧 因为可能我用黑色的眼睛看世界 我做案件的节目比较多 我怎么觉得现在杀人狂 一个接一个 一个比着一个的变态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可怕的一种感觉 我倒不是单纯讲这个杀人狂 我是觉得现在在咱们这个社会里 埋藏着多少可能会有危险性的疯子 或者说定时炸弹 有的人还没发作 实际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 身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向我说 他不快乐 就他活得不管什么样的人 有钱没钱 好像都是觉得不幸福 不快乐 毕老师您是心理治疗师 你有没有你阅人无数了 我觉得很多人都来讲他们不快乐 我刚开始 我也和普通人一样 我觉得我们常常因为缺少某种东西而不快乐 那么比如说我们天天在外面 假如说参丰速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房子 我们不快乐 如果我们上班很远很远 挤两个小时的公车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如果我有了一辆自己的车 我们就快乐了 如果没有饭吃 那当然毫无疑问 我们是觉得填饱了肚子 我们就快乐 问题在于有了房子 有了车 填饱了肚子 可是这些人还说他们不快乐 是 幸福在哪里 何道 有些二奶什么都有了 还是不快乐 怎么单提这个呢 就是说 我就觉得物质可能不能跟快乐化等好 对 我特别同意核达这个观点 物质和我们的幸福是密切相连的 但是任何一种物质都不直接的等于幸福 您说说 就是说有什么 你跟我们讲讲您碰到的这个病人 他的这种情况 好 我首先得稍微做一个声明 因为做心理咨询师 我们手则里有一条 就是说要为来访者保密 所以我谈的事情是变过 变形的 变过一些 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说 听了我说的这个故事 你们在人群中是找不到这个人的 对那是必要的 那么但是从广义上来讲 他的那种实质还是真实的 本质真实 我记得来过一个成功人士了 他就跟我说 说的 他说我特别有钱 我说 他说我的钱特别多 我说 还有诉说这个的 对对对 后来他说的 我具体有多少钱 我就不告诉您了 这叫干什么 说吓吓的 他说省得吓着你 后来我说 那就谢谢你 不过 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 我现在知道 你有很多的钱 我说你有很多的钱 可是你来找我证明 你一定也还有问题 他说对 他说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有了那么多的钱 可是我不快乐 我怎么办 这真是个普遍的感受 是 后来他就跟我讲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要我们看来 就是不是很复杂 他是说 有两个女人都特别爱他 他现在要放弃一个了 这是男人永恒的问题 他说你说怎么办 我放弃谁 他说一边是我的老妻 对 一边他说是我的红颜知己 红颜知己 两个都是非常好的女人 他说我现在想了一个办法 我就是对他们两个都不好 最近开始都特别不好 我想把他们其中的一个 就是让他自动的离开 对了都不好 看谁先走 对对对 谁剩下那个就是我的 对对对 他说我因此就考验他们一下 他说可是他自己内心就特别不踏实 他说这么好的两个女人 我现在要这样恶劣的对他们 他说我也特别于心不忍 他说我这么大老远的飞到北京来 就是想向您讨一个方法 第一我用这种方法好不好 就是考验他们 特别恶劣的对待他们 第二如果您觉得这方法不好 我还有什么方法 让他们两个其中一个走开 那你怎么解决 这个心理问题怎么解决 对呀 你说把那俩叫来 我帮你像像 后来我 我我我那个具体的 怎么说 因为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我觉得我大概跟他讨论了一个问题 就说 我说你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是在逃避责任 他为什么呢 我说你为什么要让那两个女人有一个走 为什么不能两个都不走呢 是这样 为什么你自己不做一个决定 主动的选择一个 再跟另外一个解决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让两个女人来爱你 然后我我知道 我就跟他意思 我就说 我知道你也是尽了你的能力 去报以真情了 我说你现在这么为难 你也是 其实是不愿意负起 抛弃一个责任 抛弃也要负责任的 抛弃要负责任的 那这是 我跟你说 那是胸口永远的痛 有时候对一个男人来说 当我有一个问题 听完毕老师讲这个 就说他爱两个女人 那两个女人都爱他 这有错吗 你这是社会问题 对 你这是另一个问题 心理上也没有错误 关键是 你这个问题很值得谈 对 关键是这个男人自己决定 他不要这个局面 我觉得是要 我觉得就是应该让他你 应该接受这个局面 为什么要让他放弃呢 你不知道那个苦 这种处境下 其实男人也是挺难受的 其中他讲了有一条 他说 他首先现在体力不支 他说我年轻丧好 他说当正心理性 有实际问题了 对 他说我体力不支 实在是觉得 他说紧随其后的 就是我精神上 也无法这样子 再做这种比较复杂的局面了 他决定要结束这个东西 对 我跟你说 你别以为这是什么好事 这哪个男人背上这个事 这家伙完了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啊 像这个就不是说心理的问题 这跟就像你说 跟制度有关系 跟婚姻 跟男女 跟很多道德标准 跟道德都有关系 对啊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就是在现实中生活 你不可能脱离这个现实 就是拔着你自己的头发 你跳出来啊 你起不来啊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所有社会关系的一个焦点 集中 那像他这种心理病 您能治得了吗 对啊 那我后来我就和他讨论 我说你现在已经决定 要结束这个局面失望 他说是 不然的话 我不会 他我生意非常的忙 在打理生意中 找一个空闲 我飞到北京来 和你探讨这个问题 我不会用这么大的代价 关键是时间的代价 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他说我要结束这个局面 那我想呢 我说那如果此决心以下的话 就是说这两个女性 你必定要放弃一个 他说是 我说那你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就不是负责任的方法 你逼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走 而在这个过程里 你要虐待他们 我想这不是最好的方法 那您跟他支什么招呢 那我就觉得那两个 我说那你你一定要放弃一个 我想你千百遍的影响过了 你放弃谁 其实你心里一定是有的 就是做不到 对 做不到 后来最后他说呢 因为他的红颜知己年纪还轻 他说离开了我 我会给他一笔经就经济上的补偿 他说我想呢 他还可以 如果他有能力再去爱别人呢 他可能今后还有自己的幸福家庭 如果他愿意一个人的手下去 那也还可以保他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他但是我的老妻呢 跟我一辈子 现在如果我把他放弃了的话 他说我这个舆论我受不了 还有我的孩子有没有妈 他说再一个 我觉得他的那个自 就是自己那个独立存在的能力 比我那红颜知己要差 这真是 但是当这样做出了之后 心里也是会永远觉得缺了一块 那我觉得他就是做了这个选择 我可能想问你比较偏 我觉得他还是不快乐 是啊 我就是说心里永远缺一块 他也跟我讨论了这个 后来我说 我说这个呢 好像他和那个红颜知己 家认识十年 我说这个苦果是你十年以前种下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选择 所有的这种 你当时做过的事情都是有后果的 所以你今天面临的 如果要不你就维持 你维持 那当然就说我们先放开 比如说法律的 道德的 舆论的 那首先是他自己认为 就从他个人来讲 他无法应对这个局面 所以这就关联到说 这个幸福是什么 你好比说 对老七这有一种亲情 有一种责任 这个满足也是人需要的 可是男人他也是个动物 他总会碰到新欢 他有可能也会有冲动 或者说他这个感情 也需要新的感情 他认为当他找到红颜知己的时候 也是幸福 但最后两个幸福之间 变成一个撕心裂肺 你要哪个幸福 于是就变得不幸福 幸福也是有阶段的 我觉得他可能选择他的老的 老七 那个东西 老七家中宝 老七那个东西可能它不是 它是责任 它更多的可能不是幸福或者快乐 就是说你实际上那个东西是一个假的 那个责任我认为是一个假的东西 那是一个社会要求一个人生命体 精神上你必须要有的 实际上人本身没有这东西 你比如说动物的那种东西 它本身就是我喜欢那个 我就跟他说 我就跟他生活了 就完了 他幸福也是有阶段的 对吧 因为那红颜知己跟他有了十年的 那十年他是快乐的 他不能说那十年他不快乐 我觉得那也不能完全算苦果 那是他的经历 他快乐的一部分 对 有过了快乐 然后要承受这个后果 对啊 就跟一样 你你你你搞一个创作 你去写写一堆人物 他一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他的性格和他的悲哀 喜怒哀乐 他是跟着他的命运和经历来变化 所以啊 这人不停的要幸福 但是好像越要什么 越没什么 没什么 对 刚才这个毕老师跟我说 连那个杀人狂 他认为那种手段 也是一种他觉得幸福的方式 您是怎么说的 对对对对 因为刚才那个咱不是讲董文宇 对 你再把董文宇那件事说说 董文宇嘛 就是也是杀了六个人流窜多省 A级通缉令 最后怎么逮着他 他又到一家去偷东西 摔下来了 给邻居抓住 以为是小偷呢 但是发现他这个日记本里 有一张报纸 这个报纸是对他的通缉令 而且他在这个日记里还在说 就说原来我值十万 原来本来我以为我是烂命一条 您对这个好像挺有感触 对 因为我也看了董文宇这个材料 我就想董文宇如果他不把这张通缉令 拿在身上的时候 那么他在当时他就不一定那么快的被人识破 你想啊 我觉得按照常理来讲 你看到那个通缉令 那上有你的照片 你应该避之唯恐不远 对吧 你拿在身上 这么话在 你的钱包不一定随时都是百分百在你手里 被任何人看到里面看到通缉令 然后就想人想到你这个人 其实他是把自己 他携带这张通缉令 其实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当中 他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带这张通缉令 因为他说 刚才文涛说的 他说他觉得我原来是烂命一条 想不到 还值十万元 我要回金华去 我要再杀几个人 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变态的心理 就是他把以杀人为乐 以杀人为荣 用杀人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的一个价值 因为他本来说他个子又矮 看起来我在网上看到他的一张照片 就是看起来非常邋遢的一个人 就整个是一个我觉得其貌不扬 非常猥琐的那种状态 有一个心理学家和分析 就是说他身高一米五八 他为什么兼尸 是因为他原来找过女朋友 后来受了挫折 所以没有跟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这种渠道和能力 甚至有个警察就说他那么矮 他没有实施强奸的能力 所以他就是杀了之后兼尸 叫做一个什么代偿性满足 回到咱们这个话题 我觉得整个中国在这种飞速的变化当中 当我们的温饱解决以后 所以对心理健康的关注 就提到前所未有的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来了 实际上我老在担心 就说咱们现在这个发展条件 你照顾不照顾得了11亿人的心灵 就有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这11亿人的心理健康 是一个很大的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很大的问题 这要是有一半心理都有问题 不能下说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您说的对 就是说温饱 不是私隐遇了 就是说你后面 你像现在我就觉得 有的时候你说人是因为对前途的未知 不安全 焦虑等等产生这些问题 有的时候是因为已知 就比如说 我这辈子也就这么回事了 那么工作最开始可能是兴奋的 但是慢慢的变得周而复始之后 也就觉得他又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可是实际上 那好像又不是我幸福的源泉 因为像现在很多人感觉到工作 过劳了 工作量过大了 已经很难从这个事情里觉得快乐 周末能睡一觉 已经成了最大的一个白领的一个满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又会觉得 我活这辈子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难道就是这样 比如说上班 早上八点 一天八小时 周而复始 周而复始 好像又觉得有所不足 这就是很多人觉得 惶惶心里惶惶的这种感受 所以您刚才讲的就是说 怎么去寻找幸福 那个增长点怎么找 你说的特别重要 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话里讲到一个 就是说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这条特别重要 我们常常会觉得 这都是非常形而上的事情 说一天 我这忙着 每天的工作 多少的文案都没处理 多少创意 多少都没弄完 我去管什么 人生的目标 我特别是跟好多年轻人 我觉得他们对短期的目标 是比较清楚的 对 比如说我今年 我得拿到年薪多少 我什么时候当一主任科员 我什么时候从现在的一居室 我最后改一个两居室三居室 我什么时候买车 从夏立 我得换一个好车 我觉得这个计划 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可是你要问他 那你今生今世 你打算做什么 很多人好像觉得 这是个问题吗 没想过 对 没想过 但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人是一个追求理由的动物 我们是一定是要有目标的 你比如我们现在从这 假如我们要去天安门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要朝东南去走 对 假如说你不清楚 说我先往这走 一会儿我改一和园了 我要不我上清和德了 这你就混乱了 我觉得每一个生命 其实都是非常宝贵 非常独特的 每一个生命 所以你有责任 有义务 为你找到你的目标 那您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目标 我当年在西藏当兵的时候 那时候就挺小的 就去了16岁多一点 西藏阿里 现在还是个山高水远的地方 那时候更是观山迢迢 我在那就看着那些冰山 我就想 其实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的 我明天我出门 也可能就碰到雪崩 或者是交通意外 然后要不然还得打仗去 所以一边防军 我都有可能牺牲 然后我就死了 然后我死了以后 我想我一定 连这个山的一块石头都不如 那更是石 是因为这块石头 我想它已经存在了 可能几千几万年了 我死了 我很快烟消云散了 可这块石头 一定还可以再活个几千几万年 对 所以人生的意义何在呢 后来我就在想 我想我今生今世 我其实不拥有其他的 我只拥有我的生命 我要用这个生命 去做让我快乐的事情 但是不能自己的快乐 是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想也应该是 起码是个中性的 就是别人就算是因为你的存在 没有更多的快乐 起码也是不要给人家造成伤害 不要给人添毒 对 如果因为我的存在 我可以让别人也多一点快乐 我想我的今生足矣 对 过去还有一种 我听过一种说法 就是说你为什么老不快乐呢 因为你所有的 做一切事情的动机 是从你出发的 没有 我要干什么 我这辈子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成为 成就什么样的事业 可是这是无限膨胀的 所以你永远不满足 永远怕失去 所以有些人说 利他转换一下方向 就是说想想这辈子 能够给别人做些什么 能够给这个社会贡献些什么 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这么想去说 能快活也行 是吗 心情不愧 又放风 又放风 又放风